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大家好 人生多变幻,我们读真言 透过虔诚的读神的话语 并在实际的生活中顺服及遵行 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 就会格外的施恩怜悯我们 他会叫我们这些信靠他读生儿子 主耶稣基督的人有得救的智慧 我们已经读完了真言第26章 今天我们所要读的是真言的第27章 真言的第27章总共有27节 我们还是用两天将它读完 今天我们来读本章的头一半 一节到十三节 我们为今天所选的要节 是五节、六节、九节经文这样说 当面的责备强如背地的爱情 朋友家的伤痕出于忠诚 仇敌连连亲嘴确实多余 高油与香料使人心喜悦 朋友诚实地劝叫也是如此甘美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接着我们就从第一节开始读起 第一节的经文说 不要为明日自夸 因为一日要生何事 你尚且不能知道 明日是指着将来 因为中国古话说 明日复明日 明日何其多 在本节经文中 明日是指着 人所不能知道 也不能操控的将来 人为什么会为明日自夸呢 那就是很多人 都为自己的将来 做了美好的规划 有的人一想到自己未来的计划 就欣喜若狂 甚至还会当着人 大大的夸耀 但圣经主张 人的心 一定要每日都倚靠神 来过我们 在世上的生活 这就像 箴言十六章第九节所说的 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 为耶和华指引他的脚步 道路就是指 总的人生规划 而脚步 是一步又一步的 是要实践于 每日的生活中的 我们当然靠神 也展望着美好的远景 但现在 靠着神 所赐福给我们的 每日的生活 却是至关重要的 在新约中 主的兄弟雅各 就引用了这节圣经 在雅各书 四章十三节到十五节 他说 嗨 你们有话说 今天明天 我们要往某城里去 在那里住一年 做买卖得利 其实明天如何 你们还不知道 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 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 出现少时就不见了 你们只当说 主若愿意 我们就可以活着 也可以做这事 或做那事 我们今天 当求那 掌管我们生命的主 只要我们在地上 还活一日 就可以靠着他 所赐的恩典和信心 来奔跑 每一日的属灵道路 这就像有一首歌当中 所唱的 我不知明天的道路 每一天只为主活 我不借明天的太阳 因明天或许阴暗 我不要为将来忧虑 因我信主的应许 我今天要与主同行 因他知明日如何 这首诗歌非常的美 歌名就叫做 我不知明天的道路 我们当中有的弟兄姐妹 若不会这首歌 就可以学一下 你一定会非常喜欢 他的曲调 尤其是他的歌词 第二节的经文说 要别人夸奖你 不可用口自夸 等外人称赞你 不可用嘴自称 这节圣经是在告诉我们 谦卑的道理 我们人生在世 其实好多人 都能靠着神 活出一定程度的 生命的光彩 只要我们经历了 神的恩典和神的能力 我们既有神的恩在身上 那就一定会遇见 羡慕我们的人 我们若是有能力 或者某些方面 才华的表现 也就一定会有人 称赞我们 称赞是很正常的事 这也表示 那些看到我们身上 有能力 有恩赐 有才干 也有好品行的人 他们的眼光是独特的 看到了我们身上的美 乃是出于父神 出于主基督 出于圣灵 他们若能夸赞我们 我们当然 就可以从中得鼓励 但有一个平衡要掌握 那就是在别人 夸奖和称赞我们的时候 一定要守住 谦卑的心态 别人已经夸奖 外人已经称赞了 我们自己 就千万不要再用口自夸 不要用嘴自称 这样 效果反而就不好了 我们在这里 可以将本章的21节 提到前面来 与本节同读 因为那些圣经提的特别好 21节说 顶为炼银 炉为炼金 人的称赞 也试验人 21节的话 是在告诉人 就像顶炼银 炉炼金那样 人对我们的称赞 也恰恰就是 试炼我们心的时刻 若我们 在别人夸奖 和外人称赞的情况下 还用口自夸 用嘴自称 那就说明 我们的生命当中 还有杂志 神也借着这个过程 来熬炼我们众人的心 但愿你我的心 都能胜过这些考验 把那不谦卑的 杂志的部分除掉 就会让我们的主 心里欢喜 我们若懂得 谦卑在神的面前 知道所有的富有 尊荣 能力 才干 恩赐 其实都是由主 所赏赐的 那我们就在别人 称赞和夸奖的时候 心中默默的归荣耀 感谢送赞给神 我们伟大的神 检查我们的心怀意念 我们若是不断地在他 面前谦卑 他就必把我们提升 让我们得尊荣 接着第三节 第四节的经文 可以放在一起读 经文说 石头重 沙土沉 欲望人的恼怒 比这两样更重 愤怒为残忍 怒气为狂澜 唯有嫉妒 谁能抵挡得住呢 第三节的经文 是在把石头和沙土 与欲望人的恼怒 放在一起比 其结论是 欲望人的恼怒 会比石头和沙土更沉 这表示 欲望人的恼怒更重 一旦发作出来 就无人能够抵挡 这恼怒的表现 会殃及到家庭 人际关系 社会 甚至是国家 这恼怒会给人 带来极大的危害 第四节 是进一步的解释恼怒 提到 愤怒为残忍 怒气 就像人所挡不住的 狂暴的波澜 它的其中 还还有记恨 这记恨 无人能抵得住 简直就像 雅各书第八章 第六节所说 记恨 如阴间之残忍 我们读着两集经文的时候 注意 经文中提到的恼恨 愤怒 怒气 嫉妒 都是由 欲望人发出来的 愚昧人的脾气 一旦发作 他的行事为人 便现得欲望 圣经很多地方 讲到 欲望人 发怒气的害处 那是既害人 又害己的 在《约伯约》 敬情 还不能受到约束 以及圣灵的管制 那我们就要谦卑的来到神面前 向神祈求 求主来管制我们的生命 性情 情绪 这样我们就可以不做愚昧人 也不做愚望人 因为愚昧人和愚望人 乃是任意的发怒 不觉得自己应该被神管束 那这样的人 就需要怀着敬畏的心 来到主面前 求智慧 要学习回转 来到主面前 否则就不会有出路 圣经中告诉我们 恼怒和妒忌 是一对双生子 他们彼此之间 是不分离的 有恼怒 就会有记恨 有嫉妒 就会发愤怒 这两者彼此相依 拿圣经的例子 就可以看 像该隐 因妒忌雅伯 扫罗就发烈怒 杀了他兄弟 约瑟的十个哥哥们 也因为妒忌约瑟 就在多滩 差一点 就将约瑟杀掉 后来 是把约瑟卖到埃及去 扫罗也是因为妒忌大魏 于是便屡屡的 向大魏发愤怒 所以弟兄姐妹们 我们必须要 服在神的权柄之下 让自己的心 情绪 性情 都服在神的管制之下 要学习 不去发火 不发脾气 不发愤怒 而根本的一点 是求主 在我们的生命中 除去嫉妒 因为我们再要说 怒气 如同狂澜 愤怒 表现为残忍 而妒忌 无人 能敌得住 这一切 都会给人自己 也尤其是给 基督 在地上的身体 也就是教会 带来 极大的伤害 所以让我们 都能够 像保罗所说的 既然靠圣灵得生 就靠圣灵行事 加勒太书 五章二十五节 一个靠着圣灵得生 并且靠圣灵行事的人 也就必会从圣灵 接出属灵的加果 也就是仁爱 喜乐 和平 忍耐 恩慈 良善 信实 温柔 节制 大家可以看 加勒太书五章 二十二节 二十三节 我们的生命里 若是有圣灵所接的 这九样的果子 那我们自然 就是智慧和聪明人 因为我们敬畏神 我们也就绝不会成为 欲望人 那欲望人所有的 比石头 沙土 还重 还沉的恼怒 就不会存在我们的生命中 也不会发自于我们的生命 而且从我们的生命 也自然不会出现 残忍的愤怒 如狂澜的怒气 还有无人能敌得住的 妒忌 就愿神 格外的施恩 怜悯我们的生命 让我们的生命 能够效法高扬基督 然后我们也因着 信他 并有他的圣灵 内住在我们众人心里 我们的里头 就有着基督的品格 性情和生命 而且这一切 还能向外表彰 向外活出来 人们看见我们 就会归荣耀送赞给神 因为我们能有如此的生命 都是主 在我们身上 荣耀的工作 大家可以看 以佛所述二章第十节 赞美我们的神 他的名配得称赞 他的工作 埋有荣耀 宝静